先和Jason谈谈大市 大市昨天就向下 星期一跌穿了27500点 都是一个大家留意着的大位 昨天继续向下 昨天低位的时候 其实一度下市过250天线 不过之后跌幅收窄 收市就站在250天线楼上 说回再之前 7月9日的时候都曾经穿过 不过收市之后也是升上去 其实短线走势你怎么看呢 每逢到牛熊分界线 就是250天线的时候 你觉得支持力仍然是比较强的 在技术上当然第一次试下去 就会有个支持 然后指数会有个反弹 但是很多时候 你说这些所谓支持位 就不是说必然是受得住的 有机会第一次受得住 第二次都勉强是弹一弹 但可能试多几次 有机会会是失手 这是一个技术走势上面的 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但是我也不会纯粹 单单用一个指标 比如说穿的250天线 是不是就等于整个市 玩完呢 就没得够呢 我觉得又不是这么简单 就是只看一条线 就判断到整个后市的方向 所以我就反而 比较看多些方面 我个分析的分析 都主要是看回来 公司出的上半年业绩 整体来说 是不是都可以对板呢 特别真的很关注一些科网企业 因为这一阵的市跌 腾讯 阿里巴巴 微团 拉下来的拖累性是不少的 原因就是有很多大行 这段时间开始出报告 就有预测 他们上半年 特别第二季 业绩做成如何 大部分的预测 都相对是悲观的 都是不断的盈利预测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这个因素 如果你说未来这些科网估出的业绩 发觉原来不是那么矮 可能个别来说 补贴 一些烧钱的额度 是没有现在市场想到那么大 到时候 可能仍然预测下调的趋势 会减慢 甚至乎会不会这一轮是 剁得过了轮 未来有机会是修正了一点 这个对于市场来说 有一些契机 但当然你业绩未出之前 大家都只是看其他因素 例如近期一些政策面上的变化 又或者是可能在说 担心外围疫情方面的因素 可能短线的气氛 都会是差一点 所以我看过指数 你说今天可能大得弹 是不是已经脱离 近期一个比较向下的格局 应该就未算是 那会不会接下来 可能轻轻再穿一穿 27,000 或是可能26,500 至26,800 这些水平 都不出奇 但我相信这一层的事 就算你再下来多数百点 也好 整个势又不至于 真是很悲观 或者一个叫崩盘式的下跌 是 你刚才也说 可能下市 例如26,000 这些水平 但就未去到一个滑崩盘式下跌的情况 你觉得大家都还是 入市的 意欲都可以 是否可以这样解读 因为现时 港股的估值 相对来说 已经不是说 叫做贵 还有之前 这一回合 大家担心的因素 我觉得很多都不是很长的因素 例如刚刚提过疫情的发展 我自己的判断 就觉得只要变种病毒 未去到一个地步 连现时的疫苗都对抗不了 我相信对市场的冲击 是很有限的 另外当然比较关注 就是一些中美政局的问题 因为看到这几个月 其实来来往往 双方都有很多冲突 但是暂时看上去的冲突 就比较小型 就未去到像特朗普 当时是一个对抗式那种 那种开火的 所以暂时对市场来说 都是稳定 另外你说内地的一些债务问题 都只是局限于一些 可能内房企业 对整个市场 对A股方面 其实影响不是太大 所以你说我真的比较看 就是一些港股本身 特别龙头公司那些业绩表现 如果那些业绩出来 不是说太远 那整个市场就不会跌得很深